好那玻璃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就是他 我给他push他了一点 还是带他到室外来 但还是那个道理就是 华社都讲究有学习见进嘛 那现在就是啊带他上那步 先从我一样吧给我开心 然后就稍微这样走两步 我就发现那其实还行 讲实话 没有那么糟你看 大家看他已经那么糟了 居然关系 时不时再给他稍微喂点零食 那喂零食这个能力真的要 就把他都消失才刚刚好 我不能给他喂太多 如果喂太多的话他会又饱了 现在呢他有一点食物欲望 和这个就是lis这个这个 这个适应我已经做了 所以说现在我可以在汉台上 现在我自己来的时候 怎么说呢就是他在前 之前他从来就是饭养的 农场里面饭养 就基本上没有过这个就是啊 基本上没有过这个 这个啊 牵绳的经历 所以呢他 第一次我给他带上这个牵绳的时候 他是很不适应的 然后呢我这个啊用牵绳的技巧 然后他也很不适应 在第一天做性格测试的时候 所以但是现在你看 比如说他不走的话 我叫他 摩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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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 如果我连绳子都控制不了的话 我怎么可能带他出去 所以现在家里做这种 适应绳 牵绳的训练 啊 激起他的食物欲望 等等之类的 说体力的话 他回去能够好喝 他现在吃饭 那种问题也就是 喝水还是有点问题 所以我是 我是希望他能更 呃更渴一些 让他能多喝点水 因为他的尿的颜色实在是太深了 呃 但没办法 你强迫不了苦 然后呢 我等一下会带他稍微往远点走 然后十分钟二十分钟让他回回笼里面休息大概两个小时 然后休息两个小时之后我会带他去 先 因为我再给大家介绍几个非常好的这个 呃 做社会化的一个 呃 呃 场所 呃 第一 最初级的就是你家门口 那里面 什么人的那里面 如果带你去那里面 你可能要先找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 啊 至于是哪里我也不太好说 但是呢 开始进街之后呢 你可以去找个家超市的门口 比如说Warmart门口 我就带他 等一下我 今天下午我就会 等两个小时之后三个小时吧 我就会带他去Warmart门口 刚什么呢就是让他 就是带他散步 就在Warmart门口 走来走去 走来走 因为人流流量大了 让他进街陌生的人 你各种车啊 听你个闯的声音啊什么的 在我都挺高一点的话 你带他去几个 嗯美国这边叫做 Lowsk Home Depot 等一下 别饿了 现在看到一个什么东西 还不想走 我这个时候 呃就是前几天我这个力量 大家再释放一下 力量 大家记得你 哇啪啪啪啪 狂扯那个力量 那个你你会把它 吓到 但是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它還是非常緊張的 為什麼你看它的尾巴,整個還是這樣朝下的 下巴的身是有點往下壓的,但是並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這裡其實剛好沒有那麼大 它現在看是因為我的那個鄰居現在在那邊洗車 但還行,但它的尾巴這樣子也是垂得很低 這個是我不太...希望它能改變完 當然它有可能天生膽小,所以這個也不好說 然後給大家示範一下,這個Lish就是這樣,先輕輕的tap一下就好了 這個到時候我也是要交到主人 然後我已經...它已經試飲了這個... Molly! Good girl! tap都不用tap 因為在前幾天我一直給她做這個... 前幾天我一直有給她做這個皮質訓練 所以講實話,在一些剛好不是很大的地方,我都用不上Lish 只要喊她名字就好了 那你說這算是換回訓練嗎?其實也... 可能算吧,因為很多時候她可能並不會聽我 所以身體還是很重要的 那一開始她來的時候,她主人是跟我說她性格挺好,挺開朗的 然後我以為... 我以為可以就是跟她做很多互動,做很多訓練 但是沒想到... 呃... 都都不是這樣子,情況不是,完全不是她 她覺得是那樣的 所以... 啊... 過一過來吧 好... 那... 視頻先到這裡 我... 現在帶她走遠點這樣子 走回來 反正...還是那句話嘛 每天進步一點點 每天進步一點點 啊... 都不斷